白豆油 嘿!早安!白豆油又來了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新竹 所以說好的新竹美食第二彈來了 終於來了!等好久了 你知道現在我跟上一次我有什麼不一樣嗎? 變黑 順便長了一個字 好那我們現在是早上10點 就要先吃早餐 今天要帶領大家吃完整的一個新竹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很厲害的蛋餅 可是我沒吃過 叫做薯爸早餐 它裡面厲害的是有薯泥蛋餅 但我真的是不吃薯泥 好我們走 吃薯泥 白豆油脂有多醜 哪一眼 這個泥蛋餅 狐狸嗎 熱狗 我知道 馬來摩 上場 你不要給他給我噎到 薯泥真的不是我的最愛 它薯泥是有味道的薯泥 不是那一團那種夜市的薯 什麼味道 就鹹鹹的味道 這醬有夠的味道嗎 這一定在網路上面幾顆星 No.1 可以偶爾吃一吃 不能每天吃的早餐 它餅餅很脆 不行嗎 下一站 好我們終於到了 增加公園乾麵 神秘的黑色 乾麵 下面都豆腐菜 對 你看營養超級均衡 甜麵醬 就帶有一點鹹鹹的豆瓣醬 總之就是有點甜甜鹹鹹的味道 跟我們一般外面吃到的那種 台南小吃的乾麵 不一樣 這真的是超級讚 就是一碗乾麵配一個這個湯 高霜質 很好喝 因為它的骨仔肉很嫩 而且又是酸菜的味道 我最愛 完食 前往下一站 增加公園乾麵有很多家 那我們目前只吃過兩家 可是我覺得這一家是最好吃的 接下來要去吃 廟口最強阿富 乳飯 買回來了 肥之汁 會死囉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日台給蠻多的 比較偏鹹的那種 我喜歡吃鹹的裸飯 如果它飯是只有那種狗狗 很黏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很難吃 它飯還蠻犀利飯的 好吃 推薦給大家 我告訴你 新鯛的紅鯛市鯛 新鯛人 都沒有在看這個 你知道我們可以何必說 蒸紅鯛 好啦 就沒有人在看的啦 你自己拆車 比較注意一下 沒有你拆一拆 拆一拆一拆 對 對 我來告訴你 沒關係 好快啊 你不要拆得比較快 七天好 七天 這裡 這裡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知道嗎 這是新竹蠻有名的 許二姐鴨肉麵 這家Google只有四顆星 而且很多負品 沒關係 我們來嘗試看看 到底怎麼樣 走吧 放菜啦 從這個外觀看起來 好像大家都長差不多耶 Google我看到有人說 湯頭很濃郁 像豚骨口味 然後有點像拉麵 可是 鴨肉很少 所以我現在先幫大家煮看 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啊 兩塊 剛好兩人點一碗 一人一塊 其實我剛剛一直很想要吃熱炒 就是他有一些很好吃的小菜 但是有人怕吃不完 喔 對對對 就是這個味 真的超濃郁 這麵不行 湯好喝 這麵真的不行 它是粗油麵 不要搞啥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四顆星太客氣了 來吃一下它的鴨肉 它的鴨肉還蠻入味的 不用沾那個醬 其實就有鴨的香味 肉還蠻好吃的 我們剛剛找到第三塊肉了 肉是還不錯的 湯也不錯 這個麵條失敗 好又來到這個熟悉的場景 原味鴨肉飯 因為我們上一次來這邊販賣完了 所以我們要再一次挑戰 好我們要來看一下原味鴨肉飯 可不可以再度返回一層 出版了超多的油蔥 還有鴨的碎肉 太近了吧 很香喔 它這層上面撒了很多東西耶 感覺味道就會很豐富 它的吃力給的蠻多的 都丟到下面去了 我們還裡面的油蔥 它嘴巴的味道還蠻香的 好吃耶 而且它的鴨肉是那種小塊小塊的小鴨肉 它香飯是有點一片一片的 所以口感不一樣 如果妳覺得妳吃了一下兩碗鴨肉飯 記得要把這家 加入妳的口袋名單中喔 好我們要到甜食的店 就這間冰斗 門口還有寫字耶 真可愛 好多玩具啊 很有特色的一間店 娛樂唱歌耶 今天下午五十五 珍珠 珍珠 哇 超酸的 超大一碗 加五十五 好帥 然後你可以幫他听論 就可以玩遊戲 玩遊戲有送珍珠玉圓布丁 重點是現在天氣熱一定要吃冰 不吃冰真的會融化掉 吃布丁請任命統一布丁 交數了嗎? 有點等了 太大碗了 我要吃好飽 好了 我們今天已經吃的都差不多了 我們想要再去買一個小零食 陪伴我們回家的路 按照慣例我們的Ending就交給鹽酥雞啦 就是這間大爺鹽酥雞 可是這間大爺鹽酥雞實在是有一點小貴 鹽酥雞啊 魷魚這些都是65元一份 那這邊我覺得比較有特色就是魷魚蛋 我也沒吃過 想過來吃吃看 嘗現一下 好 這個是魷魚蛋 那個皮比較酥 還蠻好吃的 這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五樣美食 新竹快要被我們吃成美食沙漠了 如果你還知道其他新竹美食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白動油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